由硬龙传媒、环球东方广播电视台、新思路池上机构联合主办、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中美文化交流基金会等联合协办的2016美国新思路模特大赛将在8月27号在洛杉矶举行。 2016美国新思路模特大赛决赛将于8月27号举行,美国赛区冠军将代表美国回到中国参加新思路模特大赛总决选。 过去几届的美国赛区冠军都在中国的总决赛中获得又一成绩。 去年的多位获奖家里也到场与来宾们分享经验以及对本届赛事的期许。 美国英龙传媒董事长苏彦涛先生表示,今年是连续第四次与新思路时尚机构联合主办模特大赛。 我们非常希望今年美国的新思路模特大赛能够选出优秀的选手。 在过去的几年,美国赛区的冠军都在中国取得了亚军和季军的好成绩。 希望今年的冠军能够承载着美国年轻人的梦想。 被誉为中国时尚界第一品牌的新思路时尚机构在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 是始终处于中国时尚行业领先地位的国内外知名的模特机构。 一年一度举行的模特选美大赛始创于1989年,造就了许多超级名模, 成为有超萌萌的少男少女们通往璀璨星光之路的天桥。 被誉为中国名模摇篮。 希望能够对这个活动给予大力的支持,并且我们预祝这个活动能取得圆满成功。 今年的美国新思路摩托大赛决赛,参赛家里将会通过多个环节比赛展示自己, 现场决出关押季军以及最具人气奖。 决赛之前将会有第一轮海选以及入围面试。 所有家里还将进行美姿美移的密集训练。 凤凰卫视时节记者张驰,洛杉矶报道。